原本是华夏帝都唐家嫡子 但因为不学无术 最后被赶出家族流落街头的废物少年 却意外穿越到了修仙世界 没有实力的他受尽欺辱 他发誓要变成最强者 于是他足足用了三千 终于修成了无敌剑仙 然而就在他准备超脱修仙剑 迈入永恒仙剑的时候 一场恐怖的天节 差点让他身死倒消 最后他耗尽所有神通 用力量和法宝撕开空间裂缝 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好熟悉的感觉 这里是地球吗 就算是地球又能如何 现如今我的修为 神通 法宝都已经没了 就连我那万古不灭的剑心 都因效云散 现在的我又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废人 更何况已经过去三千年了 我的亲人朋友 包括仇人都已经不在了吧 不 就算这样 我也要做最强者 只要给我时间 我一定可以重回巅峰修为 修仙分八个境界 炼体 筑机 金丹 元鹰 化神 粗鞘 合体 镀截 现在的他人变成了普通人 这意味着他又重新从炼体开始修炼 于是他盘坐下来 开始吸收天地灵气 终究还是太慢了 这里的灵气稀薄根本无法修炼 看来还是得另找一处灵气充裕的地方 老家伙 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你今天必死无疑 爷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如果不是我有伤在身 就凭你休想伤我一分一毫 死到临头还敢最硬 拿命来吧 你是什么人 我是你爹 你找死 弹指杀人 内进外反 只有五道宗师才能做到 此人是五道宗师 多谢宗师出手相救 今日有幸能够见到宗师出手 实属大开眼界 一点不入流的手段罢了 不必感谢 举手之劳而已 这哪里是什么不入流的手段 乃是名副其实的宗师手段 在下萧镇山 这个是我的孙宇萧青如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还有 现在是多少年 这里是湘南省 永城九宜山 今年是2022年8月25日 莫非这位宗师是尹氏高人刚出关 不然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还有他的衣服为啥是古装 头发还那么长 难不成他喜欢拍戏 我是2019年7月份被逐出唐家 没想到现在仅仅只是过去了三年 修仙界三千年 地球上才三年 这么说我的亲人朋友都在 而曾经那些嘲讽我的 看我笑话的人都在 好 很好 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会亲手拿回来 不知宗师如何称呼 唐人 唐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在永城 有什么需要效劳的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爷爷 你刚才称呼他为宗师 他真的是武道宗师吗 唐指杀人 绝对是武道宗师 不会有假 我们萧家必须要拉拢他 只要他开口 萧家能做到的 必须满足他 唐人下山后 来到了湘南最南的城市 永城 来到某服装店 买了一套休闲装 顺便买了一部手机 然后剪了个头发 随后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手机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 您是 妈 我是唐人 小唐 你是小唐 这三年你到底去了哪里 在与母亲的通话中 唐人大概知道了这三年发生的事 但他没提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毕竟有三千年 几个月都说不完 等和母亲通完话后 唐人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修炼 虽然现在他修为法宝神通锦师 但只要给他时间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看来还是得尽快找个适合修炼的场所 先修炼到住机再说 快速修炼 唐人终于找了一处 灵气比较充裕的地方 而他也成功突破到了炼体七三重 就在唐人准备继续修炼时 他母亲突然打电话说给他 安排了一门亲事 让他去相亲 行行行 妈 我都听你的 我去还不行吗 去转转也好 说不定会有什么机缘 我妈给我介绍的啥相亲对象 怎么会约在这种地方 请问你找谁啊 我找陈思宁 骆阿姨让我来的 我是唐人 哦 今天我过生日 先不谈别的 全场消费我买单 你想喝什么尽管开口 谢谢 我不喝 那你就随便找位置坐吧 怎么回事 刚才老子上厕所被他提了一脚 你说怎么办吧 嗯 你骚扰我朋友 还问我怎么办 给我朋友道歉 再赔偿一百万精神损失费 这件事就算完 否则后果自负 嗯 小伙子 你很嚣张啊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这样很容易吃亏的 不气盛还是年轻人嘛 好好好 朕是畜生牛都不怕虎 服务员 去把你们警力叫过来 胡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仗着人怒 欺负我一个外地人 你说该怎么办 肯定是误会 胡老板 袁绍他爸是搞房地产的资产上益 资产上益也叫钱 我也不想欺负你们 但他必须赔我一碗 音音音 你无耻 来吧 没人 老板 你没事吧 你们都是吃赶饭的 还看个猫啊 一起上 给我弄死他 立刻给我朋友道歉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让我道歉 我可是太子乐的朋友 什么太子乐 我还真不认识 年轻人 你闯大祸了 谁也就不了你 胡总是我老板太子乐的朋友 你打了他 后果很严重的 哦 那你把那个什么太子 叫过来吧 我在这里等他 你们都走吧 留下我一个人就是 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 是我打了太子乐的朋友 卧槽 年轻人 你很狂啊 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就是张经理说的那个太太乐 你家不会是做条未料的吧 黑虎去会会他 小子 不得不承认 你很能打 但是在这个社会上 能打并不代表什么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信不信我打个电话 就能让你进去吃免费的饭 打电话邀人是吧 好 等着 我也打电话邀人 我倒要看看你能给谁打电话求救 哼 喂 是小镇山吗 我是他人 在永诚遇到点麻烦 谁这么大胆 敢惹唐先生您 好像叫啥太太乱 你能不能搞定 唐先生 您现在在哪 夜夜声KTV至尊厅 好的 我这就让清如过来一趟 大概十分钟就到 装枪做事 我就给你十分钟 如果十分钟后 你的帮手不来 或者来晚了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唐先生 我没来迟吧 没有 来得刚刚好 黄永乐 你好大的胆子 我爷爷的朋友你都感动 信不信明天我让你从永城消失 原来是消息啊 我不知道他是萧老爷子的朋友 如果我知道 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子也不敢 唐先生 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 全凭你一句话 既然如此 这次就算了 若有下次 我会杀了你 多谢先生高抬贵手 唐先生 那我送你回去吧 唐先生 您会治病吗 我爷爷早些年行军打仗 受过内伤 一直未能痊愈 前些天又被打伤 现在的身体情况非常糟糕 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唉 治病我会一点 有机会帮老爷子看一下 真的吗 那我先谢谢唐先生了 不知道唐先生什么时候有空 若是您能治好我爷爷的伤 不管您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只要萧家能做到 就一定会满足您的 那就明天吧 那我明天早上 来这里见您好不好 可以 现在的唐人需要钱购买药材 越是年久的药材 里面储存的灵器越多 黄勇勒给了他一笔钱 正好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于是唐人来到附近最大的药店 将店里二十年以上的药材全打包了 背着一大包药材回到房间 将购买的药材煮好后 唐人就开始吸收药材里的灵器 终于突破了 照这样下去 快则半年 迟则一年 我就能突破练体 迈入助击 成为一名真正的修仙者 按道理来说 我已经练体四重 可以施展一些简单的法术 比如五行法术 火 不错 又多了一种保命的手段 第二天一早 萧庆如就开车来接唐人去 给他爷爷看病 二十分钟后 汽车就实践了永城低疗养院 我爷爷就住在这里 我们进去吧 唐先生 您认为我的伤 还有治好的可能性吗 问题不大 那该怎么医治呢 小老 你的内伤不是普通的内伤 此话怎讲 每当你运行内进的时候 胸口是不是会隐隐作痛 以前还能压制 但随着年龄增长 是不是越来越难以压制了 好厉害 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就知道 不愧是五道宗师 唐先生 不愧是高人 一眼便知 小老 你身体内有一条毒虫 专吸食精血维生 你的内伤是因他而起 毒虫 在我身体内 这怎么可能 这条毒虫在你体内 吸食精血维生 存活了几十年了 已经有拇指般大小 先生既然看出 我身体内有一条毒虫 肯定有办法对付它 恳求先生帮我除掉毒虫 你屏住霍西 我将毒虫逼出来 多谢唐先生相救 小老 毒虫已经被杀 你的伤无大碍了 多谢唐先生 今天中午我做冬 请您吃一顿便饭如何 不用 我还有事 就先回去了 清如 你送叶先生回去 不用送 我想自己走走 唐先生慢走 折磨了我几十年的伤 今天终于好了 爷爷 刚才唐先生施展的是法术吗 是法术 没想到叶先生 不仅仅是一位武道宗师 还是一位修法道人 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爷爷 什么是修法道人啊 修法道人 比起武道宗师还要难得 而且个个都非常神秘 踪迹难寻 他们会法术 呼风唤雨 神通广大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会法术的人 唐先生救了我两次 我该怎么感谢他呢 爷爷 今年年初 四叔不是送了您一套别墅吗 反正您用不住 不如就送给唐先生 这个我倒忘记了 你去把别墅的产权 转移到唐先生身上 把相关手续办好 然后把房产证和钥匙 一并交给唐先生 越快越好 爷爷 我知道了 我现在马上就去办 离开疗养院后 直奔九仪山 找到一处灵气充裕的地方 先布置了一个简单的聚灵阵 随后他盘坐下来开始修了 顿时延缘不断的地灵气 涌入聚灵阵内 聚灵阵的效果真不错 修炼一晚上 抵得上之前三天 现在应该能感悟新剑了 不错不错 终于能遇见飞行了 起 唐先生 我爷爷为了感谢您 治好他多年的内伤 送您一栋别墅 和一辆兰博基尼跑车 不用这么客气吧 唐先生 如果您不收的话 我不好回去交差啊 那我就收下吧 那我现在就将别墅的房产证 和钥匙给您送过来 您看可以吗 好吧 没过一会 肖庆务就将房产本和车钥匙 给唐人送了过来 唐人也只好收下 突然电话响起 是陈思宁约他吃饭 说感谢他 唐人也没有拒绝 好 我等会就过去 唉 我这该死的魅力 唐人来到酒店和陈思宁吃完饭 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嗯 唐人 你怎么在这 唐人这才想起来 眼前这位美女是他之前的同学刘小如 现在在这家酒店兼职做服务员 我来这里吃个饭 吃了没有 没吃的话 我请你吃饭 我已经吃完了 现在要回去 那好吧 明天我请你 现在有点忙 我得给客人送酒去了 送个酒怎么这么慢 客人是上帝 你们酒店的服务员 就是这么对待上帝的吗 对不起 是谁打了他 唐人 算了吧 这几人不是好惹的 多一事故如少一事 是我打的他 怎么的 你还想弄我不成 马上给我朋友道歉 道歉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唐哥是大学城的坤哥 信不信今天我让你走不出支甲酒店 现在你给我跪下课十个响头 并叫医生爸爸 或许我会考虑放过你 否则让你吃不了斗着走 什么坤哥 我不认识 你敢在这里闹事 还打人 知不知道这人是坤哥的堂弟 你等着 我现在就给坤哥打电话让他过来 唐人 你快离开吧 不然会出大事的 放心 不会出大事的 我再要看看 这个坤哥有多牛 是谁打了我的堂弟啊 是我 唐哥 你得给我做主啊 一定要废了他 年轻人 你很嚣张 在我罩着的场子里闹事 还打了我堂弟 胆子可真不小啊 去 给这个年轻人一点教训 下手别太重 别吓到客人了 这酒店是新开业的 小子 你有种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你等着 今天 我让你走不出这个酒店 乐哥 我在大学城 天想人间酒店被人打了 对方是个恋家子 很能打 我的人都被他打趴了 还有这种事 等我过来瞧瞧 等我大哥太子乐来了 你就死定了 唐人 都是我不好 连累你了 你快走吧 别管我了 放心 今天我不仅要他们给你道歉 而且还要赔偿你的损失 黄总 您可算来了 小昆昆被谁打了 就是他 唐先生 原来是您啊 嗯 阿昆 还不滚过来给唐先生道歉 唐先生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是泰山 请您原谅 唐先生 手下的人不懂事 无以冒犯您 还请您高抬贵手 放过他们这一回 黄毛打了我朋友 要看我朋友 能不能原谅他了 黄毛 你长能耐了 是吧 觉得自己很牛 是吧 哥 我错了 我错了 赶紧给这位美女道歉 赔偿精神损失费 姐姐 我错了 对不起 要不你打我一而逛 或者打我失而逛也行 我再赔十万精神损失费给你 啊 收下吧 收下吧 这是你应得的 随着黄毛道歉赔钱 这件事落下的应用 唐人也回到了山上进去修理 忽然有一天黄勇勒打电话请他吃饭 那么这次黄勇勒有什么事 唐人当然知道是黄勇勒想巴结的 他自然也爽快地答应 晚上唐人就来到了酒店 他发现除了黄勇勒以外 现场还有一位中年男子 他的脸黯淡无光 阴唐发黑 黑眼圈很重 黄总 这位就是你说的唐先生 对 他就是唐先生 唐先生 这位是宝丽来酒店的老板汤华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师犯困 很没精神 吃什么药都没用 不知道唐先生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唐总 我看你硬唐发黑 双眼失神 惊气丧失 很明显是有什么东西在吸食你的惊气 唐先生 你可有办法破解 唐总 我看你戴的戒指材质特殊 如果没猜错的话 就是他在吸食你的惊气 这不太可能吧 你把戒指给我 我演示给你看 多谢唐先生救命之恩 原来真的是戒指惹的祸 唐先生果真神通广大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这是我的一点点意思 请您收下 唐总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对了 唐先生 那这枚戒指该怎么处理 给我吧 我帮你处理掉 好吧 那就麻烦唐先生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唐先生 我送你 不用了 恭送唐先生 唐人回到公寓后 赶紧将那枚有黑的戒指拿出来 摆在桌子上查看 在酒店 唐人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戒指 不然怎么能吸食精气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枚戒指应该是空间戒指 为了验证这是不是空间戒指 唐人决定用神石查看一下 于是 他在一缕神石进入到戒指 里面一片 空间不大 只有篮球场那么大 没想到地球上也有修仙戒的空间戒指 看来地球跟修仙戒是有联系的 只是 这枚空间戒指的内部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哎 有总比没有要好 接下来 唐人开始炼化这枚空间戒指 他用五行之火覆盖空间戒指 开始炼化 很快一夜过去 没想到才炼化了四分之一 秀威爹 果然做什么都费劲 看来要加快修炼脚步了 时间很快来到九月 唐人虽然每天都在修炼 但是他的境界并没有提升 依旧在炼体四重 唐人也不着急 因为他知道着急也没有用 突然电话响起 接听后才知道是唐恩华打过来的 唐恩华想邀请唐人和他一起去参加古董拍卖会 唐人闲着没事 就答应了下来 傍晚 唐人就跟随唐恩华到了拍卖会现场 这时 一个身穿精美礼服的女人 和一位身穿唐装精神硕硕的老者 走了过来 唐叔叔 杨老 韩霜 恩华 这位是 杨老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唐先生 唐先生 这位是杨老 乡省最出名的古董鉴定专家 另一位则是他的孙女杨韩霜 嗯 拍卖会快开始了 随着人员到齐 拍卖会自然也要开始了 很快 邵城首副肖豪登场了 与肖豪一起登场的 还有一个冷艳美女 首先欢迎大家光临寒舍 参加本次古董拍卖会 先给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一位 她是何安娜 来自港岛何家 没想到 港岛何安娜小姐也来参加肖豪举办的古董拍卖会 想必何小姐就是这次古董拍卖会的特殊嘉宾 毕竟全场就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 下面有请本次拍卖会的神秘嘉宾王天牧 王大师登场 随着肖豪声音落响 一位白发老者走了出来 老者鹤发童颜 龙行虎步 气场十足 居然是王大师 小总面子真大 连王大师都请过来了 据说王大师神东广大 未发疏 但一直没有机会见识过 今天一定要见识下 王大师的威名 如雷贯 金义 有幸能见到 可谓是三生有幸 是啊 王大师在乡上 乃至整个南方 都是想当当的 但凡上留圈子 谁人不知 谁人不笑 一时之间 在场的富豪全都开口巴结王天牧 在众富豪的马屁声中 王天牧心情大好 脸上的笑容极为惨烂 各位话不多说 今晚的古董拍卖会 现在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卖品是黑毯珠 明朝安和寺高僧佩戴过的 佩戴在手上 可安神行脑驱除疲劳 拍卖价2000万 每次加价不少于50万 这黑毯珠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指错 看起来挺不动的 我看不知这个价 2000万可太贵了 这样的黑毯珠 我家里也有 这种货色 卖2000万 有点不合理吧 各位 这黑毯珠 距今已经有400多年了 他的功效已经微乎其微 但是今天有王大师在 接下来 我请王大师 帮着串黑毯珠开光 原来这串黑毯珠 要王大师开光 那我可倒要见识见识 王大师是怎么给黑毯珠开光的 只见王天牧 从消耗手里接过黑毯珠 随接他嘴面咒 用手往黑毯珠里面 注入了一个灵 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发生 只见黑毯珠 散发出了如何的光 哦 好三奇啊 我感觉很舒服 新逛沈爷 早个人到申请记错 王大师 不愧是王大师 厉害啊 今人一见 果然名不虚蠢 我醋两千一百万 我出三千万 中复豪们纷纷叫价 从一开始的两千万 瞬间涨到三千万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杨朗 你怎么看 我要不要出手 恩华 先别急着出手 后面还有好东西 好吧 爷爷 明明那串黑毯珠很普通啊 可是到了王大师 手里念了念咒语 就换然一心 还发出光芒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王大师会法术 他用法术给黑毯珠开光 法术 这不可能吧 世界之大 没什么不可能 你没接触到 当然不相信 爷爷 我明白了 对了 这位唐先生 不知你对这黑毯珠 有什么看法 垃圾 唐先生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王大师 往黑毯珠里 注入了一道灵力 因此才会发出光芒 他这点伎俩 也就骗你们这些 什么都不懂得有钱人罢了 唐恩华文言后 脸色不是很好看 他人这么说 不就是在说 他也是什么都不懂得有钱人吗 至于杨朗 已经很不悦 要不是看在唐恩华的面子上 他早就一巴掌打过去 哼 年轻人 你懂什么 王大师的法术 在你嘴里变成了小伎俩 这要是让王大师听到 谁也救不了你 反正我是实话实说 信不信有你们 唐恩懒得多说 反正他已经告诉唐恩华了 唐恩华虽又不爽 但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是他亲自请唐恩来的 而此时黑毯珠的价格 已经飙到三千五百万 交价也没之前那么激烈了 四千万 既然何小姐也懂意这串黑毯珠 那我就让给你吧 谢谢 还有没有比四千万更高的 萧豪环顾一周后 只见台下一片安静 没有人出家 他这才开口宣布 恭喜何小姐拍下黑毯珠 紧接着 萧豪就拿出了第二件拍卖品 是一尊三足金顶 上面有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看起来很古老 今天的第二件拍卖品 是一尊三足金顶 此乃宋朝铸造大师 偶心力确的作品 赤金三足顶 家中摆放此顶 可庇佑子孙三代 有请王大师 给赤金三足顶开光 知见王大师 不计重新 一道领利注三足顶 对时三足顶爆发出一道光明 孝总 知见索多少钱 起拍价四千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百万 我储四千三百万 四千五百万 五千万 到了五千万后 交价的富豪少了一大万 此时的唐恩华心动 杨老 你认为怎么样 这赤金三足顶 不论是收藏价值 还是本身价值都很高 更何况有王大师开光 可以出手 我出五千五百万 五千六百万 六千万 六千一百万 六千两百万 六千两百万一次 六千两百万两次 六千两百万三次 成交 恭喜汤总成功拍下赤金三足顶 汤恩华 这赤金三足顶 根本不值这个价 这钱不如给我 我还以为是贼呢 原来是一个猫头小的 这种场合有他说话的词吗 这位朋友 赤金三足顶 怎么不值这个价 不值赤金三足顶 前面的古董 也不值这个价钱 今晚拍卖的古董 都是垃圾 也就骗骗你们这些 什么都不懂的傻子 把你们都当肥羊仔 烫嫩花 你带着什么人 今天不给个满意的解释 这事没完 这 这 年轻人 收回你的话 并给我道歉 看在汤总的面子上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汤先生 你还是给萧总道歉吧 这些垃圾古董 糊弄下这些 什么都不懂的富豪还行 但是糊弄不了我 哼 年轻人 你说这些都是垃圾古董 空口无凭 你有什么证据 你确定要让我拿出证据吗 哼 如果你能拿出证据 我无话可说 但要是你拿不出来 那可别怪我不客气 可以 唐人家目光落在桌子上的 赤金三足顶身上 随即吹动真言一指 他人 实现那赤金三足顶 在众目睽睽之下 支离破碎 汤恩华 这就是你花六千两百万买的古董 这 唐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今天遇到高人 因为王大师 往赤金三足顶内注入了一道灵力 在灵力的加持下 他自然就会变得与众不同 光彩夺目 前面的古董也是如此 王大师 我说的对不对 哼 一派胡言 所谓的开光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各位 你们花几千万买这样的垃圾回去 有什么用 不如拿这些钱去做慈善 至少可以为社会做贡献 小方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拆我的台 我王大师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 你要拆我的台 我绝对不会答应 又何 终于急了 我拆你的台又如何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只见王大师手里多了一个金色的罗盘 他冷合一声 将罗盘抛向大厅上空 开始闭眼念咒 随见罗盘飞至旋转 他抬手指着大厅上空的罗盘大海一声 雷公助我 大厅上空遇到的雷电神 但是他凶落了 雷神 小方 如果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头道歉 我可以饶你不死 否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以为我会怕吗 既然如此 就让你见识见识雷电的力量 这个王大师的话 大厅上空的雷电猛个劈小唐人 唐人突然伸出手抓住雷电 随手一捏 暗示威力无比的雷电 就这么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就是啊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法术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让你见识下真正的法术 他人看着大厅上空的罗盘 瞳孔一闪 两盘皆无所得认成双眸中 瞬间 罗盘化为灰剑 眼前这一幕 再次刷新了再诚所有人的认知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王大师眼神中全是本知 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竟如此本质 大仙饶命啊 我当不拆你的台 你服不服 服 我毁了你的罗牌 你服不服 服 既然你服 那我就饶你这一回 若是今后再用这种低劣的手段坑蒙拐骗 我定饶路了你 多谢大仙 多谢大仙 滚吧 唐大仙 对不起 看在萧镇山的面子上 这件事我不计较 多谢大仙 大仙 您认识我父亲 当然 莫非您就是唐先生 嗯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唐先生莫怪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之前我还看不起他 原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想我一辈子识人无数 却没想到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 才是真正的大仙 唐先生 哦不 唐大仙 先前我不应该质疑您 请您别往心里去 无妨 卖会结束后 唐人就回到了公寓继续修炼 突然电话响起 唐人拿起手机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 接听后 手机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 您是唐先生吗 嗯 唐先生您好 我是何安娜 您现在有空吗 你有何事 呃 电话里不好说 要不您来宝丽酒店 我们见面谈 好吧 不多时 唐人就来到了宝丽来酒店 唐先生 我姨姨近些年身体越来越不好 上个月已经卧病不起 医院和名医都束手无策 无奈之下 我只能来内地找大师报姨姨治病 在拍卖会看到唐先生 您神通广大 肯定有办法能让我姨姨好起来 原来是这样 那么 唐先生 您什么时候有空跟我去港岛 我现在每天都在修炼 哪有时间去港岛 那可怎么办 我姨姨的病口不能再脱下去了 不然的话 咳咳咳咳 这样吧 回头我炼一些丹药 你带回去给老爷子服下 肯定会要到病厨 唐先生 您还会炼丹吗 略懂一二 那我先谢谢唐大仙了 嗯 等炼着好 我会联系你的 回到公寓后 唐人开始琢磨着炼丹的事 炼丹最重要的是药材 于是唐人拨通汤恩华的电话 问他有没有名贵药材 年份越久越好 没想到汤恩华认识永城某医药公司的老总 他那里珍藏了很多名贵药材 而且都是百年以上的 唐人让他买好药材 马上送到盘龙山山顶别墅 晚上十点 药材已经送到盘龙山山顶别墅 接下来唐人就准备炼丹 他盘着 红红一闪 两团金黄色火焰激烧而出 落在药材之上开始炼制 很快一晚上过去 地上的药材都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十例晶莹剔透的丹药 这么多药材 才炼了十例回源丹 产量有点低啊 随后唐人拨通了何安娜的电话 告诉他丹药已经炼制好 让他过来拿 还是再保利来酒店 唐大仙 丹药炼好了 这是回源丹 扶下一例 保证能让你下床 就这么小小的一例丹药 这能让我爷爷下床吗 哎 不管怎么样 都要试一试 不知唐大仙 这回源丹怎么办 一千万 一一例 行 我买 唐先生 给个卡号 等会我给您转情 唐先生 我今晚就离开永城 谢谢您的丹药 唐人回到山顶也说 正准备修炼的时候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 他掏出手机一看 是老妈打过来的 喂 妈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给妈打个电话 最近有点忙 妈给你打电话 是有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 你爸在你刚出生的时候 给你订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帝都秦家 第三代子孙秦燕然 虽然你已经被赶出叶家 但是这门亲事并没有作废 今天秦燕然给妈打电话 商议退婚的事情 所以妈才给你打电话的 妈 我知道了 对吧 儿子也不要想太多 妈 我知道 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唐人了 燕然 给唐人那小子打电话 约他出来见个面 说清楚 如果我给他打电话 他不同意怎么办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反正我们都已经到永城了 由不得他 喂 你是唐人吧 我是 我是那你打电话的来意 我同意退婚 唐人挂完电话就开始了修炼 很快一夜过去 看来有必要给这山顶别墅 不一个聚灵阵了 要不然修炼太慢了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唐人一看是唐英华打来的 喂 什么事 我儿子在沙雕俱乐部 惹到了两位来自帝都的年轻人 他们要我儿子赔偿五个亿 否则就让我的保利集团倒闭 唐大仙 麻烦您过来一趟吧 好吧 我等会儿就到 唐先生 您来了 找到帮手了 找谁都没用 五个亿 少一个子都不行 如果我不给呢 不给的话 后果你承担不起 这里是永城 不是帝都 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撒野 既然如此 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这样吧 也别怪我们以强凌弱 只要你能在我五叔叔手里 撑过三招 这件事就算完 否则还是乖乖赔偿吧 可以 五叔叔 你下手轻点儿 别闹出人命就行 放心 我有分寸 出手吧 活动 五叔叔 你没事吧 不碍事 我是内进大城 那么这个年轻人绝对是内进巅峰 甚至更强 没想到永城这种小城市竟然有这样一位武道强者 而且还如此年轻 原来是高手在此 在下多有得罪 还请海涵 无妨 五叔叔 我们走 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 你想干什么 想走可以 留下一个亿 我给 我是帝都秦家秦嫣然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看你态度还不错 我就不计较了 寒人回到别墅后 迫不及待来到屋顶 盘坐下来开始吸收天地灵气 对唐人而言 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实力 突然 一道人悄无声息偷偷潜入别墅 来到他不远处 此时 唐人已经察觉到对方 说出你的来意 可饶你不死 少爷 是我 是唐苍穹让你来的 是了少爷 岂是我做此来 是珠子叶的意思 让你会烫假了 回去告诉唐苍穹 还有那个老东西 一年后我会去唐家的 到时候我会让他们 给我和我母亲当众道歉 是 少爷 我一定专告 还不快关 黄磊 事情办得怎么样 打听当大字了吗 珠子叶 他不肯会烫假 他闲在了势力 比我呛亨夺 至少是内进巅峰 哦 小时三年 一出现就是内进巅峰 真让我意想不到啊 还有什么消息 全部告诉我 少爷他在雍城混了缝枕水漆 不纠欠 他打败了祥生望田母望大使 雍城府号存成他为烫大钱 据说少爷还会发术 另外 祥生对大家渡小家 也在拉拢少爷 哦 会法术 此子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奇 不仅武道修为达到内进巅峰 还学会了法术 也就是修道者 哈哈哈哈 不错啊 不错啊 最后少爷说一年后 他会亲自来烫假 让朱子叶能和老假猪给他道歉 他好大的口气 不过这才像样 有我当年的风范 哈哈哈哈 我就给你一年时间 转眼两个月过去 在这段时间 他人每天都在努力修炼 这一天晚上 他终于感觉到自己要突破了 终于突破了 我的真元和肉身比起之前更加强大了 不过接下来练体六重 只怕会更难 接下来的时间 行人就去了九一山 找了一个山洞笔关 还要巩固修为 很快时间就过去了三个多月 我现在卡在练体五重瓶颈 想要突破 估计很难 突然电话响起 他人一看是萧青如打来的 什么事 我爷爷想请您吃饭 就在青石山庄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好消息 是的 但是爷爷还没有跟我说 要不您先来青石山庄 可以 很快 他人就到了青石山庄 小老 之前我听青如说 您有好消息要告诉我 现在可以说出来了 想请您担任湘省军区虎牙特种大队的总教官 小老 说实话 我不敢进去 青如 把东西拿出来 念吧 经湘省军区决定 聘请唐人担任虎牙特种大队总教官 令授将军职位 唐大仙 您就不要推辞了 本来首长想亲自过来的 但是他事务繁忙 就委托我来见你 他日有时间 首长会登门拜访您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答应下来吧 恭喜唐将军 几天后 唐人就前往了虎牙特种大队的训练机 唐教官 虎牙特种大队所有成员已经在操场集合 等你过去训话 让他们散了吧 没什么训的 另外 我的房间安排好了没有 吃完饭 我需要好好休息 感觉浑身不舒服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唐 第二天一早 一百多名虎牙特种大队成员 已经在教场等待新任教官的到来 很快 所有人就看到一个身穿休闲装 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少年走出来 身后跟着副教官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虎牙特种大队新任总教官唐人 现在让唐教官来给大家讲几句 我是唐人 从今天开始负责大家的训练 对我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提出来 唐教官 我是虎牙特种大队一组的组长猩猩 咱们虎牙特种大队一直以来都是用拳头说话的 我想挑战你 哦 你确定要挑战我 当然 你不露一手 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实力 恐怕不利于今后的训练 我只服从强者的命令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唐教官 请多多指教 出手吧 如何 再来 服不服 唐教官 我心服口服 我为之前的鲁莽跟您说声对不起 嗯 现在还有谁想要挑战我 既然没有人挑战 那今天就到此结束 明天正式开始训练 从操场回到办公室后 唐人将准备好的断题口诀拿给了雷 这是断题术的口诀 以及训练方法 只要按照这上面做 我保证大家能在短时间内实力大增 还要去帮我买一些药材回来 啊 买药材用来干什么 练胆 他们刚开始断题 身体会承受不住 我练这些丹药给他们服用 好的 唐教官 那我先下去了 傍晚 雷也就将药材给唐人送了过来 他立马开始炼制 很快一晚过去 丹药也已经炼成 唐人打电话将雷也叫到了办公室 唐教官 这是什么 我炼制的断题单 唐教官 能不能让我先尝尝 可以啊 我内进大成了 多谢唐教官 这断题单实在是太厉害 客气 这里面有120粒断题单 你发给每一个人 我炼制断题单一事 务必要保密 是 唐教官 服下断题单之后 虎牙队员们的实力都在快速提升 至于唐人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休息 偶尔过去看一看大家的训练 转眼半月过去 唐教官 大家已经完全适应了断题训练 之前需要五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体能项目 现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 在我意料之中 这半个月以来 大家的实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这都是唐教官您的功劳 我代表整个虎牙特种大队成员感谢唐教官 雷教官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明天我就要离开了 唐教官 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啊 白交的 我都已经交给大家 后续的话 继续保持训练就行 所以我留下来 已经没有必要了 那要不要晚上将大家召集在一起 给你举办一个欢送仪式 你为大家付出了这么多 大家都很感激你 没必要最好别告诉他们 好吧 其实唐人着急要走 是因为前几日消耗给他打电话 说江南唐家邀请他去参加舞蹈大会 他想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 唐人就悄悄地离开了虎牙特种大队 前往了去往江南的车站 唐人在车站购买了一张 前往江南省城的车票 然后就上了打巴车 打巴车行驶一段时间后 突然一个急伤停了响 原来是被一辆跑车拦住了去路 紧接着从跑车下来一个身穿私人定制西装的年轻人 手捧鲜花 静止走向了打巴车 车上的乘客以为出了车祸 纷纷下车查看 只见那青年扫尸一周后 来到一女子旁边 紫若 你就答应做我女朋友吧 我是认真的 谢谢 我不要 我不喜欢你 紫若 如果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 你指出来 我可以改正的 你很优秀 是我配不上你 地飞雨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对你没有半点感觉 你这样做 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哼 在车上闭目养神的唐人 见半天不开车 于是也下车查看 发生了何事 为何还不开车 就为公警 开车拦住了去路 喂 快把路让开 别当我的事件 你谁啊 敢这么跟我说话 给你三秒钟 滚 居然让我滚 你知道我是谁吗 可以开车了 谢谢你 不客气 两小时后 大巴车就到站 而此时的车站完 满头缠着绷带的地飞雨 正带着二十个人 高马大的保镖 正在等待唐人 小子 我等你很久了 现在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否则我饶不了你 哦 是吗 我要是不呢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给我动手狠狠教训他一顿 一起上 谁能拿下他 重重有赏 如何 算你狠 滚吧 如果再打来招惹我 后果很严重 唐人离开车站后 就找了一家酒店住了下来 开始修炼 一转眼一个星期过去 这天他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接听后原来是白芷若打来的 想请唐人吃饭 感谢唐人上次为他解围 想着没事 唐人就同意了 很快唐人和白芷若吃完粉 二人走出餐馆 准备回去的时候 又遇见了地飞雨 小子上次算你走运 不过今天可没有那么好运了 地飞雨 你可别乱来 东叔给我废了他 让他知道招惹我的下场是什么 是少爷 小子听说你很能打 不过在我眼里不算什么 废话太多 狂妄 还有什么话 我我我 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已经迟了 你你竟然敢废了少爷 那又如何 我们回去吧 江南生某医院豪华病房 低肺症躺在病床上 他的四肢都被纱布紧紧包裹着 爸 我是不是废了 以后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爸 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 飞雨 放心 爸会给你报仇的 家主 已经查清楚废了少爷的那个人是谁了 该怎么做 暗郎 你去将他拿下 带到我面前来 如果不从 就嘎了他 是 家主 而此时的酒店里 他人正盘坐在床上修理 突然 他感知到了危险 我家主 我家主人想要见你 请你过去 是 用这种方式请我吗 你这是自询此路 很好 就让我看看 第一个多大能力 哦 既然地家敢派人来杀我 那么 我便灭了这地家 医院豪华病房 低飞雨正在睡觉 突然感觉到一阵似乎的寒 他赶紧睁开眼睛 却看到他人站在床前 正冷冷地看着他 你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让你消失 就在他人准备动手时 忽然五个黑衣人出现在病房 想杀少主 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一起上 拿下他 到哪了 你不要过来啊 此时的地家庄园 地龙还不停地来回 在大厅里走动 他心神不宁 感到很不安 仿佛有一点要有大事要发生了 家主 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心很是不安 少主那边有多少人在抵护 五个顶级死士 不行 我还是打电话 确定一下鱼儿的安全吧 地飞雨已经被我高了 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的儿子 家主 发生了何事 他竟然嘎了我的儿子 还说要嘎我 他好大的胆子 若他真敢来地下 定要让他嘎无葬生之地 地家庄园里 地东海召集了两百个死士 埋伏在庄园各个角落 同时还有一百名枪手 只要他人现身 就能让他瞬间消失 尽管如此 地东海的内心还是隐约不安 他想不明白 对方不过是一个内进大成 竟然让他感觉到如此的不安 虾主 你放心 他绝对不敢来 只要他来 必嘎无疑 我怀疑他不是内进大成 很有可能是内进巅峰 内进巅峰又如何 我能当场嘎了他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闯入我地家 一起上嘎了他 哼 不止死活的蚪蚁 送你们上路 给我开枪 快开枪 嘎了他 这怎么可能 现在轮到你了 家主 还有我呢 区区蝼蚁 必高无一 别杀我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吃了 床 优优独播剧场—— Anakin